在简报中标示重点并添加动画效果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确定重点 在准备简报时 先确定您要突出显示的重点信息 2.使用强调手法 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强调重点 3.添加动画效果 简报工具通常提供了各种动画效果选项 以使内容更生动和吸引人 4.控制动画时间 确保动画效果的时间长度和顺序恰到好处 5.考虑过度效果 在简报中 使用适当的过度效果 可以使幻灯片之间的切换更平滑和自然 但也要适度使用 避免过度使用或使用过于花俏的动画效果 确保动画效果和重点的呈现符合预期 最重要的是 确保简报中的重点和动画效果 能够支持您的信息传达目标 而不仅仅是为了增添视觉效果 我们可以这种方式来去标示重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画一个矩形的方式 标示出重点 所以用插入图案 好麻烦请做插入图案 然后例如说矩形 直接去框这个内容 那可是这个矩形应该是一个红色框线 没有内容就好了 好 来麻烦请做插入底下的一个图案 然后我用的是矩形 我用的是矩形 接下来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它应该是一个红色框线 所以请快速点两下这个图案 你就会切换到绘图工具 请把图案的内容改成无填满 然后图案的外框 请改成红色 再接下来针对这个外框 我们会希望设定的是三点 那为什么是三点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是在标示出我们的重点 所以它要稍微粗一点 有别于这个细的线 因为我是要去清楚的标示出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好 再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说 针对这一个矩形 我可能接下来还要再重复使用 所以我每一个的外框 应该都要设定为什么 三pt的出外框线 所以请用滑鼠右键 点到这个边框任何一个地方 请把它设定为预设图案 好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再重复去使用 我们来去看 它会出现什么 我们再做一次插入图案 然后一样是选择 然后一样是选择 举行 我们去画第二个 第二个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们要强调 两个学生可能会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 你觉得第二重要是哪一个 那我只是要做第二个重点的陈述 所以我就去画第二个框线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画出来就约是我要的这种成品 我就不用再去什么内容把它挖空 接下来我想我们那个图案来去标示重点的技巧 也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接下来我要请你们去做的事情是动画 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做动画的时候 请你要先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做动画这件事 请问一下 在介绍到这一张头影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呈现的是这些所有的字跟表格 至于这个新型符号跟两个框线 应该是后来才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有先后顺序的差别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下面这个新型符号加框线 我要一起呈现这个动画 而且我用的动画是什么 是弹出 然后接下来再呈现第二个动画 就是上面这个框线 这个好处就是引导演讲者在讲这句话 在讲这个表格的时候 他先讲什么再讲什么 甚至其他没框线到连讲都不用讲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做 首先请你要一起呈现动画 就要先群组起来 所以怎么做群组 请点这个新型符号跟框线 所以Shift键要选到 就是透过Shift你可以就是连选 你可以把新型符号跟这个 举行框线选举起来 好然后接下来Ctrl加G 或者是你用滑鼠右键在线上面 直接点群组底下的组成群组 这个习惯希望就是他因为是淡淡的出现 那0.5秒他很像就闪烁就出现了 所以我会把它改成2秒钟呈现 也就是这个期间他从没有变到有淡淡的出现 慢慢的出现 好我是给他2秒 期间请改成2秒 然后接下来上面 然后当你做完这个动画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出现1了 接下来就是上面这个图示 然后麻烦也点淡出 而且请把它的期间也设为 2秒 他这边他就会出现 这是第二个动画 好了 那呈现的方式 就是先完整的文字加表格都会呈现出来 因为那些是没有动画的 接下来他才会呈现 这一个下面 的动画1 接下来就是动画2 所以你可以透过播放这一张投影片 这个快速键叫shift加F5 然后投影片放映你可以点它 所以当你现在点了shift加F5 也就是投影片放映 好你可以发现这一张出现的情形 它就是先完整的把文字跟表格都呈现 然后接下来请你点选什么 你可以点Enter键 或者是上下左右的方向键 它都是让你先出现动画1 然后再按一次往下的方向键 或者Enter键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第二个动画 这样子慢慢的淡出 这只是要告诉你这个动画 那动画在使用的时候 不需要太华丽花俏 例如说你用那个心形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波浪状啊 或者是其实连背入都很少 越来越少我们在使用的 没有必要去好像就是很吸睛的方式 用很炫的动画 好因为它再怎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都没有影片来的好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叫做动画 动画来去强调重点的先后顺序 好的方法